究竟留起原居地还是出国留学比较好呢? 今天我们就会探讨一下如果你想去加拿大读大学的话 究竟高校是留起原居地读好还是出国留学比较好? 大家好,我是Ms.Nilly,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一个加拿大的安省注册教师 我已经今年第13年教书了 我是专教理科,还有我在学校都负责升学和辅导 我是一个主任级的老师,还有一个校长牌 我也放了我的社交媒体,如果你想追踪我的话 也可以追踪我的 atmiss.nilly.classroom 还有这个Buy Me A Coffee 如果大家想Buy Me A Coffee 也可以去这个 atmiss.nilly 我们就开始了 首先我们今天就会用三个不同的形式去看 究竟是哪样好一点的 第一,我们就会看看高中的应受性 第二就会看看这个报名的流程 第三就是会看这个附加的报名 有些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话 不要紧要,之后会知道 第一样东西就会说一下这个高中的应受性 始终因为我们要报大学 所以高中的应受性是非常之重要的 通常如果大学第一样东西要看的话 就是看你的high school 大学修理都是看成绩的 所以就要看你的high school的成绩 如果你的high school更高的应受性 那当然就会更加容易令到大学会更加认可你的成绩 所以如果你的高中就算考到科科100分也好 如果你的high school的应受性不高的话 其实那100分是没什么意义的 所以就算是科科100分 和科科可能只有60几70分的话 有时候应受性是真的会差很远的 那你有三个选择的 基本上第一样东西就是在原居地读 你们本地的高中 然后第二个就是读一些国际议划的课程 那如果国际议划的课程可以在原居地读都可以 或者是加拿大读都可以 然后第三个就是读这个本地的课程 那究竟哪样东西会好一点呢 那第一样呢 我们就会看这个原居地读高中先 那如果你在原居地读高中的话呢 有什么是会影响了你那个高中的认受性呢 就是地区 其实地区通常都是最主要的原因 通常北美地区那些认受性都会相通的 譬如说美国的学生想报加拿大 或者加拿大的学生想报美国的话呢 他们那个认受性是高很多的 那其次就会去到一个欧洲的地区 就是北美去到欧洲或者欧洲去到北美 那又再延伸就会去到这个亚洲的地区 你通常地缘的位置越近 通常那个认受性就会越高的 譬如说如果我在一个亚洲地区读高中学 然后我补一些亚洲地区的学校 其实那个认受性会 都是可以很高的 就是对比起譬如说可能一个 欧洲的地方又补去亚洲的地方去读大学 都是认受性都是会越近越好的 那当然你可能会有例外的 譬如说一些南美的地区 报回北美因为他们 有其他的因素而影响了那个认受性 但如果说 in general 来说 地区通常是第一个因素的 那澳洲就会有一点点不同了 然后你就会说澳洲真的很远啊 那会不会澳洲就是什么都不承认呢 那又不是因为澳洲它本身是跟回这个 就是英式的制度啦 那所以其实它也是属于一个 虽然它不是欧洲地区啦 它也是跟回这个欧洲的 的营受性的制度的 那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看回那个年数啦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如果是说 就是另外一样比较重要的因素啦 就是因为有些地方 它是12年的高中啦 然后有些地方就是13年的高中的 所以变成了如果你是一个12年的高中的地方 报去一个13年高中的地方读大学 其实那个应受性会相对去低的 那你说我反过一个13年的高中 然后报去一个12年的高中的大学又怎样呢 那其实那个应受性又不会提高了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 你可能会读多了一年啦 因为始终人家那个大学不会一年数 不会因为你读了13年而改变的嘛 那所以就变成了好像读长了那样啦 但是如果你在一个12年的高中的地方 比如说加拿大那样啦 加拿大是K-12啦 然后它去报一个英国的大学系 就是三年的大学的话 那其实它的应受性都会低了的 那第三样东西呢 就是语言啦 那因为我现在说去加拿大读书嘛 那所以如果你本身那个高校的那个 教授那个语言呢不是英文或者不是法文的话呢 那其实呢都会低很多的 所以我就说越近的地区就可能会越好啦 那但是比如说南美洲地区 地区都很近北美洲啦 那为什么南美洲有应受性又可能没那么高呢 就因为可能语言的问题啦 因为他们本身是 西班牙类为主啦 那但是或者葡萄牙文啦 但是在加拿大就是用英文或者法文为主啦 那变了那个语言就不相通啦 那所以仍然都是会影响那个认受性的 那另外一样东西呢就是 那你就说那我不读原居地高中啦 那我读一些国际认可的课程啦 就是比如说IB啦 A level啦 或者AP这样啦 那会不会好一点呢 那其实是会好一点的 如果你本身那个原居地的高中 那个认受性不高的话呢 那其实读一些比较是国际认可一点的课程呢 其实是真的会比较好一点的 但是问题呢就是 它有多适合啦 因为很多人以为他们三样东西是适合的 就是IBA和AP啦 那其实就不是说特别适合的 譬如说AP它本身是一个 美国的一个考试啦 那美国的考试只是一个考试 它不是一个高中的课程来的嘛 那所以变了如果你说我用AP来报 加拿大的大学或者用AP来报美国的大学 它第一样东西都是看回你是从哪里来的高学 因为AP只是一个考试而已 那所以如果你本身原居地的高中 你读的高中课程是认受性不高的 你就算考了AP也好 其实那个帮助不是说特别大 因为AP只是一个考试而已 那但是如果你说你本身原居地的高中 认受性高的 那你AP又考得好的 那是一个很大的bonus啦 但是如果你说本身认受性不高的话 其实就影响就不会说太大的 就是不会说加了很多分的 那第二个就是A-level啦 那由A-level呢 它其实是比较是英式的制度比较多的 所以如果你去报名在一些 英式制度的地方 譬如说英国读书或者是澳洲读书 那在A-level来说就会比较是有用很多啦 因为始终那个 认受性是match啦 那个年数有match啦 那个语言有match啦 那但是如果你说要拿A-level去报美国的大学呢 其实不是说特别去有一个advantage的 同样道理啦 A-level 报去一个加拿大的大学都好 也都不是说有太大的advantage啦 因为它有其他的因素 去影响了 究竟它的认受性有多高啦 因为始终A-level是一个考试啦 那变了同样道理 还有它是 只有五课至六课啦 那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 它可能会读少了一些课 然后就未必可以报到某一些的program的 那由IB啦 IB起来可能一些人就会 很多人都会觉得IB是比较是 是认受性最高的啦 那当然我觉得它的认受性是更广泛啦 那当然我觉得它的认受性是更广泛啦 但是同样道理啦 它报... 不知道...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有其他的问题我之后就会说了 好了 在未开始讲第二个点之前 我们就希望大家帮忙like share comment和subscribe 因为始终我这个是义务性质这样做 所以变成多了你们的like comment和subscribe和share 就会更加多人可以看到这些资讯 所以多谢大家支持 好了下一个就是报名的流程 报名的流程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有时间线的影响 报名的渠道和报名的要求 其实我都会收到很多家长 就是问通常报名的流程是他们最担心的 不是应受性比较担心 反而是报名的流程比较担心 抱歉,外面有个火烛车经过 你可能听到呜呜声 我不知道你听到,但我听到 不好意思 好了下一个,我们先讲这个时间线 其实时间线 如果你要在第二个国家去报另一个国家的话 其实时间线是非常之重要的 你就会说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我就给大家一个例子 我看了 蓝绿色的时间线 就是Application Open Application Close 这些是加拿大的时间线 通常10月的时候大学的Application 就会开 然后1月的时候就会关闭这个Application 但大约由2月到5月 那些学生就会开始收到 这个Conditional Offer Conditional Offer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毕业的时候你可以拿到多少分 就收你了 通常Conditional Offer的 那些Condition都很容易 通常拿到Condition的话 基本上你都是 可能大半只脚已经插进去那间大学里面的了 那由6月的时候呢 他就会查询 你究竟毕业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可以 能够到那个Condition 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 正式的Offer 但是如果你看回 左边那些箭嘴呢 其实就是一个IB的时间线来的 那通常如果读一间IB的学校呢 在12年班的时候呢 他大约11月左右 每间学校都有些不同的 但是他11月左右呢 就会派第一个报告卡 然后大约1月2月左右 就会派第二个报告卡 然后4月尾的时候呢 就会出这个Predicted Grades 然后去到7月的时候呢 就会出这个Final Grades 那你就会见到 如果有一个IB的学生 就是好像我刚才说 IB虽然应受性高 但是未必是说太好的原因 就是因为 就是说如果报加拿大大学 就不会那么好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的时间线 你是会见到他错过了的那些东西 然后你说影响大不大呢 其实就不是说大别大的 但是也会有少少影响啦 就是你会发现他的Predicted Grade 是出后过他的Conditional Offer 那变成了很多IB的学生呢 就要看下他那个本身 他读书能力不力啦 如果他读书真的很高分的 高分到可能很厉害的那些 那他可能第一个报告卡 或者第二个报告卡 已经可以帮到他 拿到这个Conditional Offer啦 但是其实很多学生呢 都是去到Predicted Grade的时候 才会拿到这个Offer 但是你看一下他的Predicted Grade 是出后过大部分 安散的学生 拿到Conditional Offer的时候 所以变成了他收到Offer的时候 就会比较迟很多啦 那迟没什么所谓的 迟就迟到好过没有了 但是有些人就希望说 我可以早点可以 就是叫做安心 就是说知道自己已经有大学收啦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会变成错过了 就是比较早一点的Offer 我唯一在说的是一些 不是说很厉害的那些学生 就是说一些 就是中间的学生 那他们就会比较迟一点 才收到Offer啦 那又同一时间就是 他们Final Grade 只要到七月才出啦 那变成了其实 那些大学呢 是要等着他们 才可以出到正式的Offer出来啦 如果他们是说 是一些International Student啦 然后他们要申请Visa 才可以报大学啦那些 那其实是麻烦了很多 不是说不批 只不过是麻烦了很多 因为时间紧逼了很多 就是你越迟收到Offer的话 因为你是要收到Offer 你才可以报到那个 就是Study Permit啦 那变成了你越迟收到Offer的话 你的时间就会赶很多啦 然后有些大学是可能 见你的分数未必说这么高 他就更加给那个Offer 给得迟啦 那如果他越给得迟的话 你就越紧啦 所以变成了有时候 有时候时间线不合线都是一个因素的 那在这里呢 虽然我说是报加拿大的大学啦 那其实我自己也有些学生是报美国啊 或者是英国或者澳洲的大学 那他们的时间线又是完全不一样啦 那然后我做一些 譬如说帮他们做一些升学辅导的时候 他们找我去做报名啊 或者是一些 怎样去交付他们的报告啊 那些情况之下呢 我也发现那个时间线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就算说加拿大 大报美国啊 或者加拿大报 英国或者澳洲 这些时间线都是不一样的 变成了其实当你去由一个地方去报另一个地方的时候 除非你是真的读回本地那个高校啦 不然你的时间线一定是有错开的 那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报名的渠道啦 那我现在就说回安散啦 因为我始终是安散 但是其实加拿大都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 那比如安散这样啦 大学报名呢 它就分了两条队的 那一条就叫做OUAC101 然后另外一条队就叫OUAC105 那它的那个standard就在哪呢 101就是本地的高中生 就是你要读地区的Ontario高校 那它就属于叫做本地的高中生 然后另外105呢 它是完全是没有一个定義的 就是如果你不是本地高中生 那就是其他的啦 总之任何人 无论你是IB也好 A level也好 你本身读过College也好 就算在你原居地读完大学也好 然后回来在这边读大学也好 都是其他 那其实问题就 这个都是我刚才说的 Ib 就算认受性高也好 A level 认受性高也好 都好 其实在这个位置是很吃虧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本地高中生它自己一条队 就算没有特别有Ratio也好 在其他方面你想想那个扣是大了多少 因为是什么人都可以起步105的嘛 然后那个竞争就大很多了 你就说我给本地高中生和其他 是5050这样计算吧 那个其他扣你欠的人是 很多不同的人是有很多不同的程度 你可能有些人是本身已经在他们的原居地读完大学 想着过来在加拿大重新读大学的 那你拿着Ib 的时候 你的学历那些 你就未必会跟他们争 那或者是拿着A level 你觉得可能A level Ib 认受性高 那确实是的 但是问题是每一个人的学历都不一样 你的流量突然间大了很多 因为你是延伸到去全世界 就是其他的 所以变成了你要在105那里突围而出的话 就会难了很多了 所以变成了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用这个就这样计报名渠道的话 就在本地的高中读就会比较稳 不是因为大学会特意收回本地的高中生 是说就算他不特意收回本地的高中生 你只是看其他OUAC105的流量是大很多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刚刚2023年的 requirement 就是criteria of 101 然后101就是Current Ontario High School Student 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些所有的requirement 才叫做101的 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这些requirement 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些requirement 就全部就等于105了 那你想想一下 那这个区域是有多大 因为你要认识到一个101的话 基本上一定要在一个 Ontario High School 读 high school 而且不过21岁 才是真的完全是认识到 这个101的applicants requirement 那我就不在这个页数多留 你可以去到OUAC的网站 那里可以看更多的细节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报名的要求 那这个我就在Ontario University Information Site 那里拿下来的 但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网站那里玩一下 但是你会看到每一间学校也好 就算是加拿大的学校也好 美国的学校也好 其实他们所有的报名要求 他都是写回他们自己本地的要求 所以变成如果你是用其他的高中的形式 就算IB也好AP也好A-level也好 去报名的话 你是要自己去找方法去match 有时候譬如说你这里 这个是Queen's Commerce 我刚刚有个学生入了Queen's Commerce 所以我就刚刚看完 然后他其中一个requirement 就是MCV4U 就是要有80分 那MCV4U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个CALCULUS CALCULUS AND FACTORS 但是有很多人就会说 CALCULUS AND FACTORS 就是等于比如A-level的什么 或者是DSE的M幾 或者是如果我在DSE有读M1 没有读M1 就是match还是不match 就是当你要想很多这些问题 究竟match还是不match的时候 你想想大学也是要想这些问题 那你觉得他会情愿收一个 是他很肯定知道 那个人是可以 复达到这个CALCULUS AND FACTORS 有80分的人 还是要选择另外一个人 是真的说他要想 究竟那个人是match还是不match的 那变了你会 你想想越match的话 我经常都说越match的 越容易的 越容易可以令到那个Officer 或者电脑的Algorithm 知道原来你们是match到的requirement 那就更加容易入 但是你越令到电脑不知道 你的requirement是什么 就更加难入 所以变了 有时在本地读high school 其中一个好处就是 你知道你一定是match到的 你知道 exactly 那个要求是什么 你反而在其他地方的时候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自己是match到的requirement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又没有办法 去那个Emission Officer 去问 你猜我match到的requirement 因为没有人会回答你 因为他很害怕 电脑不收你的时候 你会骂他 所以变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天天在猜猜猜猜 你猜猜猜的时候 就未必 你中就中 不中就不中 有另一样东西 就是比如说 在这里 比如说 做学你要最少要80% 我以前在香港读书的时候 我家学校的passing grade 是40% 而我们A Math 现在当然没有A Math 但是A Math 以前我们的班里面的平均分 只有50% 你想想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我家学校是band1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些学生去报这一家学校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人都进不了 因为大部分人都没可能拿到80% 如果拿到80% 大部分都是那些 就是学校头几名的 那些 我不是头几名 我不是那么厉害 但是 没什么可能可以报到 这个 Queen's Commerce 如果说 以 当我以前用 我的程度 比如A Level 或者是 CEE的情况 来报的话 基本上大部分都报不了 因为你根本不可能 有80分 在我们学校的报告卡里面 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 那些要求 那些不合适的情况之下 其实都会令到 那些人更难进入 这一家学校的 好了 下一个就是 就是 製作用 我不知道它的中文是什么 所以我叫它 附加报名表 但是 其实 它是 製作用 的意思就是 通常大学都会 去送一个附加的 一个条件 然后要你去 复兴 那什么情况之后 会有呢 就是一些欠得很厉害的大学 或者一些欠得很厉害的 程度 那你就可能会有 另外一个製作用 可能是 就是说 要你有一个 视频的 或者要你写一篇课 那每一家学校都不同 而每一个程度都不同 但是它就会有 一个附加的报名 那通常越欠得厉害 它那个 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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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高 就是它 依赖 製作用 的製作用 就越高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 在外来的学生 有两个 缺乏的 我的意思就是 你本身不是 在加拿大读书的学生 是有两个 缺乏的 一 就是 技术的差别 那第一 什么叫技术的差别 比如 比如好像 Waterloo 那 Waterloo 它有一个 视频的 它就不是 有个人 它就可能 会在电脑上 一条问题出来 然后你就要 錄个视频 然后可能两至三分钟 然后 那个视频 就是要 臨场爆肚 用口语去答 那条问题 但是在这些情况之下 在A-level 或者AP 就是读这两个 专门读A-level 或者AP的学生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会很吃虧的 因为A-level 和AP 他们都不是很特别去训练 这个临时爆肚 或者用verbal 的argument 的一个技术 不是说没有 但是他们不是说 太过着重这个技术 他们比较着重一些 一些 examination的技术 或者是好像我以前读 会考的时候 就是我们都会整天问 会考会不会考 就是变成了 那个技术是有不同的 那由另外一些 譬如说写诲 那样 那当然写诲的话 就可能A-level 都ok的 AP就还好 就是不是说 他特别着重的技术 那IB 或者是本地的 都会是有做这个技术的 development 但是譬如说 如果你是读 譬如DSE 这样计算 他都不是说很着重一些 就是 晒命文的 技术 就是一个 试试技术 所以 在这个情况之下 又可能会变成 蝕底了一点 那第二样 就是experience difference 什么叫做experience difference 就是 有时候 在香港 譬如我自己香港来 在外地的 比较是 那些人知道是什么的 不代表 在加拿大的人 知道是什么的 譬如说 好像 美加 有一件事很流行的 就是DECA 我以前 在香港读书的时候 我完全不知道 什么是DECA 但是在这里 是很流行的 而且是一个很 认受性很厉害的 一个比赛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HOSER 也是 认受性很厉害的比赛 但是在 亚洲 鬼人知道 是HOSER 然后同样道理 譬如我以前 在香港 我有玩 Girl Guides 有玩AYP 但是在这里 Girl Guides 都可能有人知道 是什么 因为这里也有 Girl Guides 但是这里 就没有AYP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算 以前我们拿到 AYP銀章 或者金章 很厉害的 但是在这里 拿AYP 人家根本都不知道 你是什么 在别人 看你的附加报名表的时候 他就不会觉得你很厉害 你觉得自己很厉害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别人不觉得你很厉害 那 你就需要在你的课程中 就要加很多解释 去解释 为什么你很厉害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你拿了很多 字数去解释 就会爆字数 因为这些字数 可能是200字 或者是150字 有些可能是300个 角色 如果你浪费了 在美加的人 比如说DECA DECA是所有人都懂的 你就不需要浪费了些字数 去解释 那些是什么 但是如果 比如说我要解释 AYP 或者解释 Girl Guides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就要浪费了很多的字数去解释 我就没有那么多字数去 令到我自己看下去 会更加厉害 因为花了些时间去解释 那变成你的 充製程 看下去就没有那么亮丽了 那好吧 我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就用了不同的方式去看 就是以学生 大学报名来说 哪一样好些 哪一样没那么好 我不会说哪一样好些 或者哪一样没那么好 但是当然我经常说 去本地的话 永远都是最好的 但是你说 如果你有其他的考量 比如说我自己 我也有个侄女 然后我的侄女在香港 然后我自己 也有这些考量 比如说 钱人方面的问题 然后比如说 究竟我哥 或者我嫂子 他们会不会放心 我侄女过来 就是这些是有其他的考量 没有得介意的 或者是究竟我侄女 心理健康上面 是不是ready 去离开父母 由自己一个人生活 这些都是要去看的 譬如像我自己 有些人知道 我家里是有 有国际学生的 他们是不是ready 自己一个人住 或者是跟着表姐住 这些都是 和心理健康是有关系的 所以变成 我之前的说法 全部都是在计算的方面 就是计算 报名大学 报名要求 报名渠道 当然我如果说 如果用这个方式去计算的话 我一定是说去本地的 就是去留学 用本地的方式去apply 是最好的 但是其他考量的话 我就没办法可以去 去帮助 去想这件事情 但是永远一样东西 就是当你报加拿大 或者美国的大学 都好 甚至是英国的大学都好 当你介乎到这些时候 譬如说 你觉得自己好像在走遮掩 你不知道自己是否 但是你可能会怀疑自己 是不是在走遮掩 或者有时候 你都会怀疑 其实行不行 可不可行 通常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都会建议大家 不要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不要 因为当你一想的时候 通常都是不行的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就算是有个人可以 也好 例如说我的姨妈姑姐 或者三姑六婆的孙子 她可以 在这个情况之下 她可以 她可以不代表你可以 因为通常一到走遮掩 去到说 你要去真的想 究竟可不可行的情况之下 通常这些东西都是 单线的 意思是说 电脑不会做 然后要有个人 故意去做 但是个人的因素 是要关乎做的人 那你怎么知道 做的人 这次批还是不批呢 所以变成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的危险是很大的 所以我通常都会说 跟回白字黑字 白字黑字说 可以就是可以 不行就是不行 当你去到有怀疑的时候 你就当它不行 如果不是的话 到时真的 你去到说 你以为别人可以的时候 你说不行 那怎么办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就是有很多人 可能会在本地 就是他们自己的原居地 然后去 不是读IB 不是读AP 不是读A level 就去读一些 比如说加拿大的 高校的课程 这样计算 那当然 她就会说 很多人都可以 是很多人都可以 那其实 在这个情况之下 她是不属于OUAC 101 那她应该属于OUAC 105 有些人就可能偷鸡 偷鸡就报101 但是 有时候 有时候 电脑找到就找到 找不到就找不到 但是如果电脑找到 那怎么办呢 所以有时候 有些事情就是 就是 因为之前有人可以 不代表你可以 有一个这么大的危险 那其实就 不是说 就是不是说 就是要看你自己的 危险有多大 但是我自己觉得 就是很大的危险 然后你就会说 那如果得了 就得了 这些目标为本 我都是入大学的 但是其实在加拿大 甚至是美加 在加拿大 其实收了 都不代表是一定会毕业的 其实有很多大学 收很多的学生 但是最后毕业生 不是那么多 甚至是一些 收很多学生的大学 比如说好像U of T 你会发现 U of T的 收生的 那个 需要很低 他也收很多的学生 但是 你会发现 他毕业的人数不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很多人 读不上 他给了一个机会 你进去 读这间学校 但是不代表你会读得上 所以变成 其实打好根基 是比较重要 入不入到 这间大学的 我经常都说 我自己是U of T 我经常都跟我自己的学生 说 入U of T 其实很容易 超容易 如果你跟我说 你的Dream School 是U of T 那我就说 很容易 很容易入入 但是问题是 你究竟是 会 能不能输入 才会更加重要 所以你会想 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 哪一个 高校的设计 是令到你的根基 是打得最好 然后根基 不一定是 概念 不是说 学得多东西 就等于根基 是好的 是说技术 技术 然后如何去读书 然后读书 读书 读书 communication skills problem solving skills 这些都是很需要打好根基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因为 在美加大部分的专业科目 都是要读grad school 比如说 医生 律师 老师 博士 博士 这些全部 在大学 都是没有读的 就是你要读完大学之后 再去读这个grad school 所以大学 一定要高分 你才可以报grad school 那变了 就算可能 你用一个不同的方法 然后让你进去大学也好 然后你进去 如果你读得不好 其实你都不可以 报grad school 就是可能有些学生 他想读医 或者想读律师 这些情况之后 我都会建议 我说 你寻愿在高校 打好根基先 就是不要说 需要找一些 走遮面的方法 就是说 去不同的方式 去进入了这个大学之后 其实你最后 都未必会做到你想做的事情 那你不如 可能慢些 或者是 辛苦些 但是同一时间 就会更 就是令到你去到大学的时候 就会更加容易 拿高分 而更加容易 去到大学 学校 好了 今天我说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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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收看 我知道很长 但是如果有其他的问题 都可以留言给我 我未必个个留言都回覆 因为时间太长 而且我打中文很慢 但是可能 之后 拿到你们的留言 之后 我会再拍片 去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多谢大家收看